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余生新花絮曝光,肖战强搂杨子入怀拍照,动作隐不适被吐槽。 说来也巧,去年夏天几乎是同一时间,接连上线两部剧,一部古装,一部现代,造就了两对CP,此后成为无数网友追捧的对象。 一档位陈情令,一档位,亲爱的热爱的,两部剧中的主演也是颇为有缘,之后又合作了另一部新剧,就是余生请多指教,这次两人的强强联合,引来不少的期待声。 想必大家已经猜到说的是哪两位演员了,肖战和杨子的合作,一开始有多期待,后来就有多束手无措, 作为主演之一的肖战因为风波缠身,几部以播剧和带播剧都受到了波及余生也在其中,毕竟他是主演。 虽然被抵制,但是他的几部作品都一直有要定档的声音传出,而余生虽未官宣定档时间, 但是这花絮和路透可是不少,一直都有路透和花絮流出,也能看出其受欢迎程度。 近期又有一则新的花絮图流出,而引来不少热议,肖战又被指出强行搂着杨子合照,遭到不少的吐槽。 在去年的五月份余生杀青后,官博曾经发过一组剧照,其中有一张是穿着白大褂的肖战,和穿着卡齐色连体衣的杨子,站在天台上合照。 其中的杨子还嘟嘴比剪刀手卖萌,而肖战则是站在一旁同样比剪刀手,萌妹子和高冷医生,两人的CP感简直爆棚。 但如今这张剧照的花絮视频曝光后,肖战的一些动作引来争议。 从视频来看,肖战和杨子拍照,身前藏了很多的摄影师,为两人拍照。 一开始杨子摆剪刀手卖萌,肖战也比了剪刀手卖萌,之后杨子调整站姿,因为天台有风,杨子在整理刘海时,一旁的肖战调整姿势后, 直接一把抓住杨子的肩膀,把他直接搂过来,杨子也顺势靠在肖战的肩膀上,肖战则摆出双手紧抓栏杆,把杨子包裹在怀里的pose。 之后两人笑得十分开心,这个姿势安全感十足,非常有难有力,既有CP感又超甜。 可能是拍完照了,在杨子离开肖战怀抱时,不小心把肖战的身材牌给戴掉了,他就直接捡起来,这时的肖战还没有变姿势,杨子就顺势给肖战戴上了身材牌。 而肖战则看着身材牌,这个画面感也很强。 但这么看着这段视频并没有什么不适感,但之后却引来不少网友的吐槽和质疑,有网友觉得两人没有CP感, 也有网友直接表示替杨子尴尬,明明是肖战强行一把搂过杨子的,当时杨子可能都快尴尬死了。 也有网友觉得杨子都走开了,肖战还要强行一把拽人家过来,这是极其不尊重人的表现。 甚至还被质疑不专业,因为肖战饰演的是医生,现实中医生不可能让自己的爱人去接触自己的白大褂的外侧, 去承担不必要的风险,因为医生都恨不得一下班就脱了白大褂,病菌太多了。 但对此也有不少网友进行反驳,觉得就是拍戏时的花絮,这是在拍戏,不是两人撕下底的样子, 而且没看见有这么多摄影机在拍吗? 且两人剧中演的是情侣,又不是陌生人,搂自己女朋友难道还要提前打申请? 甚至该网友还吐槽果然猥琐的人看什么都是猥琐的。 熟悉肖战的人也知道,肖战对于和女生之间的动作,一直都非常绅士, 即使是抓女生的手,一般也都是保持距离,能不碰到就尽量不碰到,身世又有距离, 他在刚成团出道时,就是这么做的,当初的在线把脉可是被笑了好久。 如今他也还是这样,一直都是身是手。 这次说是墙楼,但看着面前这么多摄影机,肖战要是真的这么做,那真的是自毁的行径, 但是拍戏的要求,那就另当别论了。 戏服在身,他是顾位,他是林之校,这个动作也不需要什么过分解读, 拍戏时的亲密那也仅限于拍戏,而且这是不甜剧, 如果花絮没什么CP感,那之后上线播出时,观众看着也尴尬吧? 放在现实中的情侣这么搂着就是甜,剧中的花絮就是尴尬。 是不是有诗偏颇且有点双标呢? 肖战丹西贵得表白的女生有两位,杨子江城第三位,很期待。 提及男生丹西贵得的姿态,相信大家都会不约而同想到求婚或者告白的场景, 但明星们似乎有所不同,他们在舞台上向广大粉丝致以最崇高的爱意时也会有这个举动, 即便是肖战也不例外。 歌手身份出道的肖战人气非常高,而且近几年在影视剧方面的发展更是非常优秀, 不仅参演了多部热播剧,而且还主演了电影。 但他从未放弃在音乐方面的发展,毕竟论歌唱实力和舞台表现力,肖战也是非常出色。 但肖战的个性并不张扬,爱笑得他个性极为内敛, 所以如果大家能在舞台上看到他丹西贵的表达情感,更是特别难得, 但他前前后后已经单独向两位女生丹西贵的表白过。 肖战在演唱蔡依林的骑士精神时,就曾以丹西贵的的姿态面对过蔡依林, 但这个时候他除了向蔡依林表达敬意之外, 更多的是由于歌曲作品的风格需要。 肖战丹西贵的表白的第二位女生是赵露丝, 二人曾合作参演过哦!我的皇帝陛下! 虽然当时肖战不是出演第一男主, 但极为帅气的古装造型和越来越纯熟的演技, 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, 他的风头甚至一度盖过第一男主, 因此街拍了越来越多的古装剧, 还创下了古装男神的称号。 之后肖战与赵露丝一起出现在综艺节目中, 还现场上演了丹西贵的表白赵露丝的戏码, 令人始料未及。 除此之外,肖战与杨子合作主演的余生, 请多指教也已经定档, 在剧中肖战也将丹西贵的表白杨子, 这一幕特别令大家期待。 肖战和杨子都是外表, 气质出众的优秀年轻演员, 这次合作上演恋情, 不仅扬眼,而且还挺令人意外。 因为他俩在个性方面有太大的差异, 不知剧中的他们又将擦出怎样的火花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